大家好 歡迎來到2K19的視頻 自由球員試圓開始到現在這個星期 NBA可以說是發生了很多的變動 很多球員都找到了自己的新東加 這邊我們也不妨開一個新檔 提前模擬一下下一個賽季的NBA會發生什麼呢? 看到自由球員市場這邊 尼安娜德依然在這裡 胡云球迷依然在等待他 還有Boogie 奧迪志 Marcus Morris 包括Rondo 艾文斯 都在這裡 我們很感謝創造這個名單的用戶 但這裡好像漏了一些人 這個奧迪萊就走了 帕家好像也是簽了新的 這裡他就沒有做到 但基本上所有大球隊都是有更新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過一個名單 看看爭冠的球隊 76人這邊 他就簽下了賀福特 4年都將近1億 還有Joss Richardson 這份合約就比較便宜 確實了 大家看看這個陣容不錯 弓鹿這邊 其實都是簽下了 都是續約比較多 包括盧比士 米道頓都是續約 馬菲斯就底身過了 波賽這邊當然就是金巴獲加 4年1.4億 你說我看不看好他在波賽的未來呢 我就要打一個問號 我覺得阿霍家身上也是少了一些大佬的氣質 波賽的未來始終都是掌握在Jason Tatum 如果他可以的話波賽就OK 當然他還簽了根特 很便宜 葉火這邊當然是簽下了Jimmy Butler 但是看回這個陣容 他增冠又真的遠遠未夠 比較弱的還是 油他爵士的話 之前都說過他們很早就加入了Mike Conny 整個陣容都是比較平衡的 現在再加上博丹奴 整個手法就很完美一下 到目前為止 紐約力博絕對是我們的每日笑點 你看他們做的簽樣 阿倫道還算OK 這些波迪斯 比頓 Gibson 這些人 合約還要不低 艾靈頓 比力克 你看這些都要1000多萬 紐約力博真的失心風 拿不到巨星 護人 大家就在等著李安拿德 陣容現在就比較殘缺 好像那些護人球迷自己都說 李狐現在是要打Big 3 確實可以用的人不多 老匠現在就剩下這些 優賽奇目前為止 動作最大的就是這隊藍王 簽下了艾榮 KD 迪安德爾佐敦也是降薪加盟 4年4千萬 在我們這個水匠船高的時代 真的看得很難 還有一些猛人 迪雲迪 我就比較想看看這個Jerry Allen 是怎樣處理他 他是猛人 我也不想看到 因為D'Andre Jordan來了 他有沒有球打 比較期待藍王 怎樣處理他 這邊同樣都要講講 D Rose來了活塞 兩年1500萬 兩位狀元 聯手 老匠現在真的到了一種 有球打就OK的境界 他也不是求錢 一眨眼就31歲 還有這個Markin Morris也是來了 看看托方這邊 他有幾單交易 換了白邊和比斯摩亞 兩個都是一年合約 其實我比較期待下年會怎樣操作 會不會逐這些白邊 比斯摩亞就肯定不逐 我覺得 還有胡特 這份合約也是值 兩年1600萬 今週這邊 比較意外地簽下D'Andre Russell 會不會保持著他 很難說 人們就說他要換狗幾王 但我覺得 就算你換了狗幾王 又對這隊球的影響有多大 他會不會幫助勇士隊 突然變成爭管的球隊 很難說 K Thompson還在傷 這單交易 卡里斯坦就真的做正事 絕對是值得爆炸 是不是這個新支 我就不知道 反正他好像真的來了勇士 這個猛人 不用說 朗尼 這個也是白賽格 我們就不如是 模擬半程 模擬到1月份 1月12日 看看到時 球隊的戰績是怎樣 現在大概打了42場球 我們啤啤分區排名 東區 KD還未出來 南岸已經排第一 艾榮將近30分一場 好比力 D'Andre Jordan 11.5分 13.5個板 也不差 76人這邊 第二 Joss Richardson 11.8分 霍福特 打了大前鋒 也有11分 騎士的話 你是什麼回事 為什麼你上了第三 你那個陣容沒有變過 這樣就有點奇怪 速龍 喂 他們沒有簽到 尼安拿德 待會再揭曉一下 尼安拿德 去了哪裡 但是這隊波 依然是排第四 功錄第五 波賽第六 金巴獲加 都OK 25.5分 比上個賽果很大進步 還有魔術 老鷹 無絲 熱火這邊 戰績比較差 第十 JB的話 得分數字也不太高 細距 火箭是第一 也沒什麼補強 下燈看 27.3分 CP 18.1分 OKC是第二 護人是第三 這個陣容也是 都沒怎麼動過 還是我們開檔之前的陣容 這樣都可以排到第三 哇 詹姆斯死了 32分一場 那你又MVP 古斯馬幾多 都有17.1分 安東尼達維斯 就 新浩爾良也有第幾 第五 渣彈多少分呢 21.3分 10.5個版 不錯 英格蘭是15.3分 太陽都上來了 今週只是排到第七 D'Angelo Russell 嘩 喂 最佳進步球員 這個賽櫃加了10分 明俊樓也上來了 助攻又加了 揭曉李安娜德 麥坦佬去了哪 就去了快艇 很真實 現實裡面 快艇也是有招募他的球隊 暫時就排第十一 李安娜德24.4分 9.1個版 最後賽櫃結束 也不出意外 James果然獲得了MVP 31.5分 嚇死人了 摩蘭特 哈哈 唉 真是細狗來了 26.5分 一場 看來這個檔 摩蘭特確實很厲害 嘖 史奧達是最佳第六人 字母哥是DPOY 華倫斯娜斯是最佳進步球員 各位觀眾 迪安東尼是最佳教練 分區排名第一 火箭球迷都笑了 一陣 巨里 Wesbook LBJ 字母哥 祖基茨 二陣 有 摩蘭特 艾榮 齋安 齋安 多少分呢 也有21分 10.3個版 PG 還有龍眉 三陣 基斯寶羅 西蒙斯 麵炭佬 隔分 還有Marcasuo 分區排名 最後 藍王大到最後 第一 攻擊第二 76人 第三 多倫多速龍 值得令人敬佩 依然可以排到分區第四 也很厲害 看回他們的手法小前鋒 只不過是卡斯比 真是不錯 麵炭佬 最後都大到第五 不過賽 只是排到第六 金包博家 應該是受傷 總評 不太低 最後 24.4分 一場 魔術第七 咦 活塞 第八 OK 路斯 也有16分 不錯 3分 冥進 漲到4.3 西區這邊 火箭第一 最後下登 是 場均26.8分 一場 OK 斯第二 金筷第三 太陽第四 盧比奧多少分 分不多 助攻8.5個 Delvin Booker 數據都不是上升得很厲害 艾頓14分 哦 原來他們簽下了BOOGIE 長均Double Double 難怪 今週是第五 Russell 最後24.5分 不錯 居里30.8分 K Thompson 更傷 喂 死了 新號二娘 比胡人更厲害 所以我都說 這隊伍未必比胡人差 比胡人差 Lonzo Jayan 21分 10.3個板 不錯 胡人這邊 後段 真的有點流氣 最後是42勝40負 嗯 龍眉 到後半段 還是沒有反彈 得分還低了一點 一切就緒 又開始模擬這個角色賽 好了 最後決賽舞台的就是火箭和速龍 這隊速龍 如果他這樣還可以拿到總冠軍 真的要值得拍手 胡人 7號種子 不錯 第一輪先反了OKC 第二輪都差點反了丹佛 而火箭這邊的話 第二輪就和勇士打得比較艱難 後來就好一點了 那速龍這邊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魔術就可以爆到東部決賽這麼厲害 其餘的話都是4比2 看看最後的冠軍屬於誰 2比2 3比2 3比3 4比3 比掌聲 比這隊多的輪多速 沒有了里安拿德 他一樣可以拿總冠軍 馬克索是FMVP 長冠20分 10.4個板 最後這個賽季就結束了 最後的冠軍確實有點令人意外 但是似乎下一個賽季才是我們focus的重點 KD將會重新回到球隊入面 K Thompson也是 兩個今年有雙球員都會回來 同時我們也可以期待一下 胡人在這個優賽期會做出什麼動作 好 其實來到新賽季 其實球隊的變動就不是很大 BOOGIE的話就簽了一份大合同 4年1.38億 他就來了騎士 聯手這個K Club 搖運這邊的話 他們似乎也沒有把錢用到該用的地方 簽了阿哥很聰明 但是你說一年1700多萬 簽了77總評的中鋒 還要說是30歲 是不是真的這麼划算呢 其他的話 我們看到JR 又找到他的好兄弟 詹姆斯 還有Maius Laner 也是過了來的 藍王的話 今年終於可以集齊三巨頭 KD就回來了 但是他的總評只有94 OKC方面 也是保持著原先陣容 然後從藍王這裡就簽了Jerry Allen 去年我都說我比較期待他怎樣處理Jerry Allen 原來去年他在季中就加盟了OKC 這隊球的話應該可以打個手法吧 打個大前鋒的位置就是Jerry Allen 托方這邊的話 我本身就以為他們不會簽白邊 誰知道他們真的續了約 4年1.09億 現在就有腳踝受傷 缺陣2至4個月 比較意外 而勇士方面 Russell還保持著 Klay Thompson回來了 但他的能力值已經只有86 麥卡利斯坦簽了一份 都算是OK的合同 三年4,740萬 看回現在的陣容也不錯 Balance 雖然當然沒有KD在那時候那麼厲害 但也慢慢砌一隊球 J1官也是簽了新約 不太誇張 4年9,381萬 新賽季到了一半 循例也要看分區排名 東部這邊的話 老英對應天賦 Trey Young平均有25分一場 非常厲害 D'Andre Hunter也有15分一場 還有今年他們簽下了夏尼爾 平均有12分 第二是流馬 魔術上來第五馬 也有點...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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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領惡了這次 金周勇士不肯要Klay Thompson 將他交易過來 很難當魔術 看看那單交易是什麼情況 真的嚇到我了 金周勇士 Klay Thompson 加一個一輪簽 換Aaron Gordon加T Ross 嘩! 嘩! 好像都OK 本來我以為很虧的 但好像都OK 這單交易 魔術上來了 不過賽還是一般般 還是第七 金巴獲家 這個賽怪的數據繼續下降 Jason Tatum 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 Jaylon Brown Jaylon Brown就好了一點 西區的話 這個莫蘭特真的是 在這個全檔裡面 真的不是人品 西區第一 胡人 第四 Jaylon 重新搭檔這個James 5.5分一場 5James今個賽季 26分一場 3分 不 這個命進率有5.6分 龍魅22.4分 13個版 新號二良就在後面 今週現在就第六 看回那單交易 Aaron Gordon過來了 17.8分一場是不錯的 還有這個T Ross T Ross10.7分也OK 但這個戰績就第六 有沒有哪裏比較失望呢 快艇應該是 因為說回里安娜德 Mintano來了之後 其實他的數據也是OK的 但整隊球就似乎是不升 反而是降了 慘了 那賽季結束 居里獲得了他本人的第三個MVP 場均有27.6分 9個助攻 最佳第六人是伊寶卡 志姆哥最佳防守球員 Pretis最佳進步球員 布朗 年度最佳教練 分區第二 一陣有居里夏 登志姆哥 Jiam Williamson 今年他的數據 又繼續上升 得分藍版 都是升了 草基治 二陣方面 莫蘭達華 有傷 看回他這個賽季 他真是變態 唉 數字我不會說 好 不知怎樣 94堂先生 平均有23.4分 最後的分區排名 老英做是第一 七龍人第二 波賽又上來了第三 金巴獲加最終 平均是21分一場 跟第有多少呢 12.3分一場 都不錯 速龍還可以保持第四 藍網是僅僅排到第五 為什麼 KD 剛剛說過是受傷 艾榮這個賽季 嘩 有了KD 他就收起來 滑水 得分就少了很多 黃蜂也上來了 Terry Rosier 這兩個賽季 都算勉強OK 都算對得住他的合同 熱火第七 魔術第八 Claid Thompson 這個賽季 是17.2分 都慢慢老了 31歲了 西部 莫蘭特 還是太厲害了 火箭第二 今週最後上到第三 Aaron Gordon 17.1分一場 湖人第四 都OK 詹姆斯 24.1分 戴維斯 21.5分 古斯瑪 16.4分 哎 原來還有一個米薩浦 過來了 交易過來了 10.5分一場 看來湖人都是 有想頭 不是亂來的 丹佛第五 薩浩爾良是第六 看一下 Jayan 最後是22分 英格蘭 數據 逐年下降 還要看一下 Lonjo 9.7分 9.2的助攻 他都真的夠穩定 特方第七 OKC是第八 一切就緒 我們就要開始模擬 這個國籠賽 最後站在決賽堡台的是 廢城叉路人 以及金州勇士 看回湖人的話 第一輪都突破不了 而這邊 亞特蘭大老鷹 1號種子 3比4 第一輪就比 奧蘭多摩索黑白 多倫多 很多人說 多倫多 很多博主都說 多倫多 是2K19 這個遊戲 最喜歡的球隊 但是 今年就去到這個冬決 也是被X6人淘汰 看看最後的冠軍是誰 3比1 3比2 4比2 X6人 奪冠 西蒙斯 是FMVP 18.5分 一場 還有9個助攻 3分 命進率 依然是非常穩定 最後我們的模擬 視頻就這樣結束了 看回我們這個現實入面 動作比較大的球隊 結果都是一般的 湖人的話 各位跟究底 都是他們找不到第三個 聖 也不要說聖 第三個是比較OK的球員 始終都是賺不到的 甚至是把錢放在Gorgie Jang 這些球員 南網這邊的話 就說回KD 始終擺脫不到他傷病的陰霾 等到第二個賽季 他Ready好 他又受傷了 也都是導致到 布魯克人南網 今年是第一輪 被多倫多操龍淘汰 這個視頻就到此結束了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些三年支持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